莊的定義呢 就很簡單了 就是主流力量 就是不為物仙、不為物後果的物 知不知道 黃河大合奏主持 黃錦康 何文杰 回來黃河大合奏 又說黃錦康 何文杰剛剛說了莊和狹 莊、狹、狹、狹之間 堅、文化、兜景 那是怎樣可以投資的呢 我還未講西方的裝飾 你這麼快要講投資 聽眾最想的嘛 又賣關子 先講西方 未講之前我的手要放在這裏 否則控制小姐姐說拍張照片 你太興奮了 我要鑿著 很乖很乖 以為是陰謠 我們這些是眉眉飛色舞 裝飾不分 搞到你老闆宋先生都快要阻礙我們 他正在聽著 打破包子 所以西方那裏簡單很多 怎樣簡單呢 我經常講基督教義 一開始我都不用查聖經了 只是創世基 一定說這句 人是怎樣做的 人是神做的 人是神做的 按照神的樣式 做男做女 這次不用查聖經 每個人都認識 那究竟誰是裝誰是閒 已經定了 即使你跟神的樣式差不多 你也是閒 因為神才是裝 祂主在一切 所以道是什麼 道就是神 道就是光 就是神 神是光 我忘記了每一章幾節 全部都講了 神是愛 所以換我講 這個裝閒也定了 那究竟怎樣影響西方思潮呢 又怎樣影響西方投資界思潮呢 以及歷史的推進呢 當然也有個淵源 我們先打到個底子 先打到個底子 又回來 剛才你說 希望人們不要再講到那麼遠 講到投資之道 先講到投資之道 尤其是香港 所謂講 國際性 你不要了解國際對莊閒的看法 怎樣入題 清楚嗎 你說觀眾應不應該要聽呢 你告訴我這個 除了上次 第一次我講什麼 我覺得有一集 我就講了什麼叫做 結構主義怎樣影響 是不是 這些就是濕碎的 然後再之前 還有什麼 還有一句 就是孔子那句 孔子那句 什麼什麼 又影響了這個投資之道 今次再講一些 更厲害一點的 就是莊閒之道 為什麼呢 因為我入股票行 第一句就被人罵 莊閒不分 輸死你 已經是30年前的事 用粉筆畫黑板 不是不是 那時已經 已經是電腦畫 黃怡宏 那時已經 用Tandem 所以我講 這個 莊閒要識分 記住一件事 你不要以為莊家活動 就是薄拉犯法 不是這個意思 千萬不要想起那些壞事 什麼叫莊閒呢 在投資上 股票也好 任何買黃金也好 買一條草可以炒得的 都有莊閒這個市場 那這個叫什麼 主流力量 和一些跟風的力量 嗯 對嗎 主流力量是神 是不是 樣式跟風 那如果你是中國的 對不對 那個莊的 就是 就是掌權大道的人 和長著歷史潮流的人 就是君子 歷史潮流就是什麼 就是講愛 講奉獻 越高的 就越要卑 真的越要卑微 嗯 是不是 記得誰說 又是老子說 是不是 什麼 那個叫做什麼 智又有如攀小魚 自大角若攀小鮮 就是小鮮肉 現在叫小鮮肉 小鮮魚 你怎麼能夠打死他 是不是 射到他洞 是不是 就是說 你說你多辛苦 你要自人 其實就是 找你自己來玩 你知道嗎 西方的 你可以看到 英女王 過世前 兩天前 那麼辛苦 都還要跟那個新任首相 是不是 那個女人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張惠斯 握手師過世 喂 真是鞠躬盡衰 真的為國 最後一天 沒錯 不是說他 他二十歲的時候答應 答應到九十六歲都要做 七十五年之後的今天 不是 昨天 所以說 辛苦 就算 那個什麼 依成一個儒家傳統 是不是 就說 經常都說 有句名言 先天之憂而憂 後天之樂而樂 鞠躬盡水 幾多偉人 多數的 免得說名字 大家都認識的 歷史下來的 都是要這麼辛苦 你以為他們很喜歡做莊 但是沒有辦法 那個位置是要做莊 他就要做莊 他就要做莊 他就要做莊的角色 就不是作威作福那些莊 不是在股票市場炒完之後 對人 騙人 那樣那樣那樣 那些都抓了 不是莊 所以 我們看那個股市 或者看那個投資市場 莊的定義 就很簡單 就是主流力量 即是不為物先 不為物後的物 知不知 所以話說 這個莊的力量 怎樣可以找到出來呢 那找到就發大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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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話說 怎樣找就不要說 我怕今天真的 四日一分都未必講得完 加多四日一分都未講得完 那我就說著一些少少 大家聽一下 我用我大半身的力量 就是有心機 就是去identify 這個莊銓的力量 嗯 那我辛苦不辛苦 嗯 辛苦到昨晚 你猜 英女王過身 他都還餓到身 我還沒睡覺 因為四五點多 收視才一睡 哈哈哈 辛苦不辛苦 嗯 就要identify 去找 跟這個莊銓的力量 是國際性的莊銓力量 嗯 為甚麼 又為了那個外治 對不對 我都不炒股票的 我都不炒樓的 怎樣看 要跟香港市民發聲 即是話說 今天不是今天要做 我做了二十五年 大哥 我不是在那裡慎 當然我不想像英女王 九十幾歲 這麼長命 但我都說 注意到一件事 當你有了一個關愛的心 就是你要覺得 因為我定了位 現在是香港 香港如果現在 過去這幾年 你會看不到 主流力量 是影響香港 它有一個變化 一路一路暢通 譬如說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美元 便宜美元 和便宜息 一律支持香港 是不是 過去二十幾年 所以換話說 我為何鋪鋪中 即是由二十五年前 是不是 二十五年前 香港那個 跌七成 夾一夾 是嗎 是嗎 美元也抽一抽過 再加上香港的本地因素 又炒高 那便跌七成 那我看不到主流力量 我現在第一次揭比 告訴你 我的徒弟 每個人都不知道 我當然先賣個關子 金融熱狗 那我還要的力量 給大家聽 現在我六十歲了 與世無爭 沒得爭 說一下我的食價 差點給大家聽 你找出個微妙之道 就好像陶丁解牛 沒有錯 第一個層次 你看牛筋牛骨 比較容易 但你要去到高層次 就是黃鵝 見不到牛 那就是最難的地方 當然 你可以神志並用 所謂要 我那時四十歲 都未夠 我這麼快就告訴我 那些徒弟 拿到我的位置怎麼辦 那些客人搶完我的生意 就不用給我 不用給我收燈CV 我怎麼過世 我都要吃飯 現在就不用了 現在自己種 所以換句話說 現在自己種 我就供諸同好 那時的客人 尤其是那些 所謂扮大客 扮自己造莊 那些 經常要我說出來 我是不說的 吹嗎 那你跟老人想一下 我都要賺錢 那不是說我怎樣 你問醫生 怎樣拿一條方法 你給了你之後 還用來看醫生 那是不行的 但其實也不是說 真的有一個公式的東西 有的 教得好就有 我現在就教給大家聽 所以我經常講六十歲 我老六十歲才教 你吹嗎 還要免費 那時候我收到億 我都不教 但現在我免費都教給大家聽 所以這個節目 應該給我錢 我都不要 為什麼 因為我怕失傳 死不死 怕失傳 所以大家聽聽下去 你覺得我招職 我招職 我不是招職 我擔心真的會失傳 因為不是我的事情 知道嗎 是一個源流 是只不過 集在我一身裏 有告訴大家 我覺得上天 為什麼是一個宿命給我 如果我不中的 我閉嘴 如果我二十五年 一直以來二十五年 抱抱錯的 我就閉嘴 就閉嘴 很可惜我抱抱中 那我就想一想 是不是我厲害 不是 是一直以來 前人給我的事情 給得真實 知道嗎 說真的 沒有花架 沒有花架 不到我都不服 知道嗎 以前的老師給我的 我才在半信半疑 是不是真實 真的 但問題是真實 所以我每一次 我跟你說 每一點 一滴 我都有招職 孔子是其中一個老師 我尊敬的人 不是很多 通常都死了 孔子是其中一個 你想不想我尊敬你 很多千年 你都不用 很多千年 我們再會 有得尊敬的 不是我亂說的 但當我是Prize的時候 在公元1997年 在香港 直到2022年 2022年 都更準 那你們想一想 我的心會怎麼想 我的心就是 要不就傳給我兒子 但我兒子 就早點到天家了 我傳給誰呢 如果我兒子 我兒子 我兒子不會傳給大家 我傳給我兒子怎麼辦 你不可以怪其他 副二代 副三代 老爸一定疼兒子 不是因為錢的問題 如果我兒子 我傳給我兒子 我兒子不認識 隔壁的兒子 所以那些功夫 為何會不傳給我兒子 就是這樣 就是怕他打死自己兒子 但是問題 所以說 這個不怪那些人 是秘密的 因為這個始終 要 雖然我兒子 要疼自己的兒子 又疼別人的兒子 也不是兼愛 也有一個不等的愛 人心的事 很難說 所以換教學 我不怪那些副二代 老爸疼到孔 每個人都會 如果反過來 我兒子還在生 我都會不教 但我兒子已經不在生 那我就會傳給大家 你明不明白 那我拿錢出來 是不是傻 因為我不忍心 有些人會失傳 就不是因為我的東西失傳 而是那些人傳給我 然後那些人就過世了 那如果不傳下去怎麼辦 即不是我招職 實際上 因為整體裏面來說 我真的在25年所有紀錄都已經試到 原來這套東西是活的 這個莊彼之道是活的 真的嗎 你都搶學了 是不是 搶了旁邊的粉絲 我們還有一節 回來看看王錦康 如何將莊彼之道 融匯貫通 如何看穿樓市 你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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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 你也會